苍蓝爵真的火了吗?开播一小时就被韩国买走版权,拿下1400家热搜,话题总阅读量破150亿,可谓迎来开门红。 男主王赫帝被从朝AI演技到被夸医学奇迹,单人长粉高达23万。 于书欣王赫帝的地心引力CP更是掌获1.9亿讨论,苍蓝爵多少有点东西。 苍蓝爵中一个是酷炫狂霸拽傲娇月尊,一个是软萌萌小仙女兰花仙子。 他打破了仙侠剧常见模式,大大增加了观众对于这部剧的好感,也收获了极高热度。 在传统仙侠剧里,男主的人设都与神界仙族有关,而苍蓝爵里的男主不仅出场时便是僻逆众生的强者, 是仙界众人都不敢招惹惧怕的存在,还是魔族的堂堂首领。 苍蓝爵剧情也是很讨喜,很多观众表示,从第一集开始以母笑,小兰花软弱嘀咕,网友忍不住笑。 他给暗恋的男二送花网友也忍不住笑,他和男主冤家巨头更是惹人笑,也太好追了。 两位主演的CP氛围更是破表,都快溢出来了。 前段时间,于书欣和王赫蒂组成的地心引力CP用直播连麦的方式回馈粉丝。 一开始,于书欣和王赫蒂的互动很友好,二人的现代装形象也很符合剧中的调性。 但就在讨论一段剧情的时候,王赫蒂和于书欣却吵了起来。 看过去的都知道,女主小兰花被东方清仓带到家中,为了安抚她想家的情绪,东方清仓就给她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家。 小兰花觉得一模一样,可是没自己的朋友亲人在。 而东方清仓表示,既然你不满意,那我把你的家夺回来,杀光所有的人。 在直播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王赫蒂和于书欣意见不合。 王赫蒂觉得,东方清仓付出很多浪漫用心。 于书欣觉得,小兰花也很好,不开心是正常的,然后就开展了关于这个问题产生不同的意见。 在剧里谁都不服谁,在剧外也是谁也说服不了谁。 真情实敢为自家角色开丝,第一次见营业CP这么鲜活的, 其实这本来单纯的就是两个演员直接带入电视剧的角色进去, 重新把剧情又演了一遍,可却被有心人定义为整个直播在吵架。 但真实情况是,两个人像小学生一样互相斗嘴了两分钟就停了, 后面就是王赫蒂哄哄哄,这难道不是演员入戏声? 真的狠狠带入角色了吗?为什么都在说女的作? 还说两个人营业过分? 而且,王赫蒂就是那种看似哄的气定神仙, 实则内心慌的一批,就是大直男哄蒙昧的这一类型的。 随后有网友发现,王赫蒂哄于书星时紧张地连拿起了五次杯子, 却一口水都没喝到,并且凌晨三点仍然在线。 不少粉丝直呼,好像小学生吵架磕到了, 毕竟现在敢这样暴露真实情绪的人可不多了, 哪个官方CP营业不是客客气气的? 看到这个直播的时候,小编甚至还觉得他俩可真是真性性, 太好磕了。 随后,苍蓝绝的制片人也回应了, 于书星王赫蒂直播吵架事件, 表示熟悉的人都知道, 他们经常伴嘴,然后会光速和好, 不用担心。 确实在拍戏过程中, 王赫蒂与书星互帮互助, 于书星会在王赫蒂陆续太深, 情绪无法抽离时与其暖心互动, 蹲在其身边温柔安慰, 讲笑话逗他开心, 王赫蒂则亲手为书星描眉画唇, 虽然画得一言难尽, 前段时间, 苍蓝绝剧组发出新画续, 原来于书星的如画妆真的是王赫蒂画的, 王赫蒂这种刷墙式画妆小编海第一次见, 像极了用调色盘画画, 真的是下手太狠了, 大强不鬼是你呀, 怎么能欺负这么可爱的小兰花, 不知道于书星后不后悔自己问的那一句, 我美吗? 关键是王赫蒂还说下次还画, 真不怕被揍, 但不得不提一下王赫蒂给于书星化妆的时候, 捏下巴那个动作也太撩了吧, 是谁在屏幕前开始一目笑了我不说, 最后还给于书星的脸上点了一颗质, 真的笑傻了, 画得很好下次别画了, 除了拍戏, 剧外两人也是积极营业互动, 在综艺节目上两人携手共舞, 情话张嘴就来, 那拉瑟的眼神和两人之间的悄悄话, 甜的两人觉得两人在现实中就是一对小情侣, 不过两人的甜蜜互动也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测, 有人说这不过是搭档双方因新剧宣传需要的表演, 其实在两人还未合作时, 于书星就曾表示, 王赫蒂是其理想型, 早前一次采访中记者询问于书星的理想型, 于书星弯只眼, 语气娇柔的回答说喜欢霸道总裁, 同时也给出了一个理想型道明寺, 众所周知, 2007年王赫蒂曾在新版流行花园中饰演道明寺这一角色, 通过于书星和王赫蒂片场的互动, 那句我居然踹了道明寺可知, 王赫蒂就是于书星行母中的道明寺, 如今于书星得偿所愿, 与自己的理想型合作搭戏, 还成功让王赫蒂成起跟班, 不仅在剧中模仿她的一言一行, 在戏外也给她跳了曾经跳过的女团舞, 难怪于书星每每见到王赫蒂都笑声不断, 截至发稿日, 苍蓝爵开播15天, 爱奇艺战内热度破1万, 成为爱奇艺时尚第四部热度破万剧集, 本来小编还不知道破万是什么程度, 查了一下发现太牛了, 这部剧已经达到了爱奇艺全战历史排名top4, 爱奇艺时尚破万的剧也就三部, 演习攻略,坠续,人世间,这是第四部, 咱也就是说也难怪大家这么激动了, 小编也为他们喝彩, 制作人王一许更是累撒地铁, 把口罩哭废了, 随后发长文称, 苍蓝爵全体人员做到了, 并且在此之上, 他们每一位都很优秀, 都值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发展, 随后于书星也发文表示, 开播前我和大家说破万我们就一起庆祝, 哪怕一开始都没人相信我, 但我内心就是觉得我们可以, 今天我们真的做到了, 感谢一切的一切也感谢我自己, 有志者是进程, 有目标就去努力, 一定会有收获的, 不久后王赫帝也发文感恩观众, 感恩我兄弟伙们的不离不弃, 感恩苍蓝爵的每一位小伙伴的付出, 此刻好想大喊一句我们做到了, 文字里都透露着他们的激动, 不过此刻评论区里的网友更关心的, 还是他们立下的flag, 留言, 恭喜于书星王赫帝苍蓝爵破万, 成为战内热读第二的电视剧, 三大flag一步一步实现, 期待小兰花于书星的rob呀, 确实事实证明直播真的很容易上头, 尤其是flag是不能乱立的, 记得之前, 苍蓝爵在战内的播放热度刚破9000万的时候, 于书星, 王赫帝, 徐海乔, 郭小婷等人, 就迫不及待地发文at张灵鹤跳泳池了, 在《苍蓝爵》开播不久, 剧中的主演们立下了flag, 热度破9000, 张灵鹤跳泳池, 破9500, 王赫帝就跳女团舞, 同样如果是破万, 王赫帝就给予书星话剧中丑装, 而且小兰花还要唱rap, 可见主演们为了热度简直豁出去了, 一点明星包袱都不给自己留下了, 之前《苍蓝爵》刚破9000, 众人都纷纷在线上喊话张灵鹤跳泳池, 网友们也表示非常期待看战神长眼仙君师身的样子, 而且第一个带头喊话的还是于书星, 没想到在剧里可爱又善良的小兰花剧外却相当的果断, 随后王赫帝更是自觉表示要准备开始学乖了, 三界第一的月尊有心了, 知道自己逃不过女团舞,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居然选了于书星唱的歌, 有网友调侃不知月尊跳女团舞是怎样的一个风景呢? 而如今轮到小兰花于书星了, 很多网友都迫不及待了, 纷纷跑到评论区留言, 小兰花的Rob是不是在路上了? 苍蓝爵站内热度破万, 新兴子的Rob赶快火速安排一下, 舞台人士都表示真的很期待于书星的Rob, 甚至还有网友呼吁大家都努力一下, 这些Lilaflag的主演们一个都标放过, 还真的很啊, 就是不知道你们是比较期待月尊的女团舞, 还是小兰花的丑装Rob呢? 欢迎留言讨论哦!